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头就表现这个一块一块的立体感 那么在中国古来自古至今到现在几乎非都是匹马城在做这个东西为多 那么尤其是典型的这个黄公望最有名的像我上次显示的这个福春山一图 它从头至尾几乎全部全部都是匹马城最典型的运用方法 你看它那么大个长卷它能够完成 待会我给各位看一下 那么牛匹马城来展现慢慢慢慢逐渐我们成为一个画 今天我就来展示一下继续研究匹马城的画法 好谢谢 现在我跟大家来展现一下匹马印证一下 像这个就是福春山居图的这个圆图 那么是我个人把它还原 那主要就是从这个石头到这边这一段 这一段是被被被被烧掉的啊 还有在这边这边房子这一段是烧掉的 所以剩下中间这一段叫圣山图 目前在浙江浙江美术馆啊 你看这里面完全都是匹马城啊 那这段是我个人是原稿上没有的 是我个人研究它的原图上应该是 应该是有这样的考据 或应该是这样的图来比较合理完成它的啊 那你看我们现在仔细看它啊 这段图是我是我加的啊 从这里加进去 那你看这个小的大的中的全部是匹马城的笔法 那后面呢是莫古的轩然方法啊 待会以后我们都会来讲啊 那在这画术里面这这叫远速画法啊 将来以后我们都会谈到远速画法啊 这属于竞速画法啊远速画法 今天我也会跟各位讲一下 石头针跟树的画法啊 你看在这个里面非常的典型 所有的这些这些针法 这样这张披下来的都叫匹马针啊 那像这个大块里面有小块 这是山水里面比较典型叫大尖小 大的里面尖格是小的啊 尖格在在这个里面啊 你看这些都是匹马针的画法 所以他只用了匹马针的画法 又再加上远的轩然法 他就完成他的画 你看啊这典型的线条 你看典型线条啊 你可以看到他 他的那他在石块跟石块之间 我们小画的时候会用点 胎点来间隔 那他比较大画的时候会用树 会用树 来代替点 来来间隔 这块石跟这块石的之间关系 然后树缝之间用树 来代替点胎的画法 那各位看 这些线条 点形点形的都线条 下面线条画法 你看 这些 所以他这 他整篇全部都是匹马针 包括他的水纹 他水纹也一样用匹马针的方法在弄 第一个也是不能交叉 不要交叉 匹马针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两条线之间不可以有打岔的行为 他在他上端或者在他下端 注意各位仔细看啊 仔细看他这个 这个都是这个行为 这就是匹马针 那这幅画是我当初 在把它还原的一个图 好我们再来印证一下 这个 我们上次就谈到这个 上次的就是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要找一个亮点光的地方 旁边两边称起来 这样子 那么你看把这个东西按边 好我们今天把它运用到 我另外一个 这是我原来的 找一些浇山水里面的一个基础的 那么你看像这些 就是匹马针 这里面呢 我教学的东西是匹马针 还有枯树的画法 就是画树枝怎么画 然后再叫水口 这样子小小的叫水口 大的叫瀑布 小的叫水口的画法 那你看在这里 那今天我们 我再继续把它再加强一下 我们来 呃 完成 完成 加一点 更多的东西 好 首先第一个 我们 我讲小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用 它是用树来间隔 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用胎来间隔 就是 就是用胎 这个点 点着胎 这个胎呢 跟我讲 这个胎 这点法是 这支笔 拿以后 把它 拿来 这样 这样 完以后 点完以后 打了 转一下 打岔 转一下 岔 岔完以后 好 这叫做三角点 这一下去就是一个三角点 我跟各位看 再一下去 你看 它是个三角 三角 三角点 顺便我在这边 也是今天我的课程 就是 我怎么把胎 三角点 变成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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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子 这样的斜角 四数如下去 它是一个三角 那么在这边呢 也是三角 那三角变小的时候 叫做胡椒点 它叫胡椒点 小的时候就变胡椒点 好 那么 最重要一点就是 跟西化不同的地方 我们在西洋化 这个树的树梢 受阳光照射 是亮的 是比较轻的 比较淡的 但在我们国化 讲的是虚实 我们头是实 我们下阴影 是虚 是虚 所以说实要重 好 我之前想 画这个感受 基本上 大致上是 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大致上 左 右 左右 偶尔我穿一个 右 大致上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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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上去 但是要有 撑吃 要有特别出来的 凹进去的 出来的 出来的 凹进去的 出来的 注意这个 撑吃 那么两株在一起 一龙一蛋 龙的在前 蛋的在后 那么好 画这个时候 我把它分组 支度的地方 一组 两组 三组 在这里 撑 这就是三交点 然后这里 稍头 撑 这里 稍头 这里 稍头 这里 好 三交点 旁边不要整齐 不要整齐 好 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七组 八组 好 把每组先点 不要点完 不要点完 你来 这样点 点完以后 再回去 再把每组 下端 所以每组 就会有龙蛋 龙和蛋 它的下端 会比较淡 下端的比较淡 也就是说 它是 树梢是石 下端是虚 下端是虚 三角点 三角点 这样点 有很多方法 有米点法 三角法 那么今天 做最基础的 就是三角 三角点法 不要 老门 画黑的 黑的 就变死了 它就没有龙蛋 没有龙蛋 基本上 我们会把树干 让出来 树干 小干子不用让 大干子让出来 让出来 大干子让出来 那淡的地方呢 可以用干丝笔 笔干的时候 它也会淡 还有是淡一点的 丝延笔 都可以淡 来放它 注意到 那么 每一组 这烧头 一二三四五六 每个烧头 都会比较重 重一点 把树干 让出来 好 你看 这就是 我们画 画树的 这叫 三角点的画法 三角点 注意到 三角点 运用了非常多 那将来有时候 我们会画 花卉的石头 其实跟它是 同一样的东西 但是 它的 这个三角点 那也运用的 非常多 好 那你看 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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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重 来 每一组 但融合起来 你不知道 我是用了两 两组方法的 在画的 好 那么这样的时候 这个中间一样 你看 那这小小的 点上去 胎 那这个胎呢 有两种 一个是小 代表小树 因为树远的 这圆就代表 它 它是看的是 小树 胎 胎往往是 打在 界线上 跟阴暗处 阴暗处 界线上 跟阴暗处 来表达 代表达 这一块 跟那一块之间 尤其是 比较 一二三 几条线 交叉的地方 它会 它会更 更多一点 这胎 点胎的方法 这胎 胎呢 就代表 在这个 十分之间的 有些小杂树 在那边 长 长起来的 这个 然后呢 撑插点染 刚刚是撑 然后呢 渲染 插 然后呢 点 那山水 为什么就会 花的比较费时间呢 这个时候 不可以染 点完以后 你要等它干 再去染色 否则的话 它这个 这些 这些点 会被 晕掉 会晕掉 好 你看 我们现在来 这个树 好 那这边呢 我再用 其他的方法 我们再来 做一个 它方法呢 我再来一个 用 戒指点 解释 这样 戒指点有两种 一种呢 一种是双勾戒指点 就是 一 二 三 四 用这样的方法 这个 代表呢 三 四 这样重叠下去 介绍了戒 这是戒指点 那么 这是 代表 这个树叶呢 是比较淡的 就是 你 你希望它 一个龙 我一个淡 你用这个 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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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常画的时候 就让它 破 让它高高低低 让它高高低低的 去做它 变化 也是 先画的比较浓 后画的慢慢呢 它就淡了 二 三 四 这是 戒指点 介绍 介绍 那这个是三角点 那还有米字点 米 一 二 三 四 这样 横 很淡 米字点 那你都可以 可以 可以 再运用 这 这是米 米点 法 像一颗米一样的 这是米肺发明的 宋朝的米肺发明的 这叫米字点 米 米字点的画法 有介绍点 有莫骨的 这个 有很多 我们还有很多方法 我们现在顺便提到 就是用这个方法 那画这个呢 比较 费了时间 那么我现在用 用 用这个 这方法画 那么这个浓了 我下面这个呢 我就不宜 不宜太 太浓啊 让它间隔一点 起来啊 那么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找几个头 比如说像这里 是头 然后这里是头 那我们就先 我的笔在龙的时候 先画它 那么 那么 逐渐逐渐呢 我的笔会淡了 淡的时候 我再去 画别的地方去 再去画别的下方 就让它头上面呢 重一些 那它的重点 重点就是 注意到 就是不要有整齐线 这个不要拖出来 高 低 高 每个地方都高低高 这样出来 画画就是 我讲的六字真言 疏密 龙蛋 撑吃 像现在的 高高低低 就叫做撑吃 就是 就撑吃出去 撑吃 不整齐 不要整齐 不要整齐 画到树干的地方 让掉 画到树的地方 因为树 我们希望把这个树干 能表达出来 树干的地方 往往就 就把它让一下 那树烧头 这个木骨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 重一点 可以重一点 到现在 现在到后来的加速都是那个地方不要整齐 我把它的旗线给它破掉 把它整齐线破掉 有的会在下面树下面也画一些 那目的是衬这个树干 把它树干的白给表现出来 这一张 这一张来讲 当初这个龙的时候 应该是用 用这个双勾戒指法 会比较好看 但是勾这个时候 我们时间会比较长 会比较长 那让大家知道就好了 因为我们录影呢 不希望它弄得太 太久 你看这就是 树 那么我们在最后收拾一下 把它圈转一下 各位 就各位看 每个地方呢 都是 都是用匹码称的方法 方法出来的 它出来的 那当我们点完以后 称差点 点完以后 就略为了做染 染 染就是在 原来凹的地方呢 加墨 染按照程序上面 我们现在染完 就这样图画 那熟练以后这样 但事实上 它在染的时候 也是在走 匹码称 染的时候 也是在走 走匹码称的方法 染 那就 你看这样 染比也是要走匹码称 注意到这这一点 那只是有时候 我们线条 当熟练的时候 逐渐逐渐的 加的比较宽石 比较 比较粗犷一点 待会会跟各位讲 我们怎么样来把它 比较宽石一点的时候 它就是 另外一个石头的 就慢慢慢慢 比较血液了 比较血液的方法 出来了 比较血液 那么在这边 画了这边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地方叫做水口 就是小的溪流 叫做水口 不是瀑布 那么它很简单 这个瀑布 实际上就你只要 不管它怎么做 打一把扇子 就很简单 就好做 这个方法是简单的 水口这边做 水口的做法呢 很简单 你知道水口就是 一比下来以后 这边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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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看 这边碰到 这边搭开 这就是水口 它就产生瀑布的 瀑布的感觉了 就这里 是水口 那么到达平纹的时候 一般来讲 就是托笔 托笔 一样 尽量不要有交叉 也是不要有交叉 不要有交叉的地方 也跟 匹马拉的 原理差不多 它中间 它的浪之间 不会去交叉 可以有 横纹 可以有带 回纹 来出现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运用 就是一个 批麻撑 树叶的画法 跟 这个水口的画法 有没有交叉 有没有交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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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有交叉的地方